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拳击达人 对于中国拳击界的中华虎杨建平 想必全民们对他都不陌生吧 杨建平在擂台上终结了不少气焰嚣张的日本冠军 用拳头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因此就有不少的日本拳手都有些害怕和杨建平的比赛 他在擂台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最快的方式 击倒或者KO对手 是综合搏击界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 在2015年在昆仑爵搏击赛中 杨建平绝杀日本拳王 英雄传说决战引顶中泰对抗赛中 杨建平一分45秒急速KO泰拳王 2014年正式成为了中国十大拳王之首 看过杨建平比赛的拳迷们都之后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比较有观赏性 他的实力也得到了世界拳坛界的认可 在之前的这么一场比赛中 杨建平是身为裁判到比赛现场的 当时是日本选手和中国MMA冠军刘文波的比赛 在刘文波带着一个美女走向擂台后 刘文波就遭到了日本拳手的偷袭 紧接着就是疯狂的腿法狂踢刘文波 裁判眼看也拦不住 直接就宣布比赛开始了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好 现在裁判员辉宇晨 比赛现在开始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加油 拉拉拉拉 1 2 来啦 快吃点 快啦 快吃 你都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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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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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要去那儿跳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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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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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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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看 前槍 你坐在那边 我来快跑 上了吗 前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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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来人 在晋诺 在网友 你失望 去多久 去我 刘健 这没有劲了 这没劲了 加油 比赛在中场暂停的时候 杨建平试图想要告诉日本拳手 这种打法很不公平 没想到日本拳手胆子也太大了 喝了一口矿泉水 直接就朝杨建平的脸上喝 这吃饿饿的挑衅可是太可恨了 嗯 晓月 起来 拇匀 只能 plane 哈哈哈 快 放鬥 放鬥 出場 出場 放鬥 1 2 3 4 劉文貌 MMA 群雞冠軍 1 2 3 4 2 3 4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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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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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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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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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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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9 9